有这样的一个元件 有这样的一个武器能够尝试做这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感慰性的事情 当然我觉得其实白色教育它的这几年发展 其实跟中国整体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 与中国整体的这个金融教育金融的这个发展 其实也是很拥不开的 因为经济的这个发展跟其他的四块进行 然后人民群众其实对于这方面的这个历史和关注 也更加的糟了 今天发展到现在已经是能有规模 而且其实我们也看到 甚至少不可能有其他的机构 不够在今晚一件 入到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 所以就在这个经济 我就会做这件事情 它的功力和重要性 我们在中国地区上这样系列的课程 然后当时一个孩子 他上课之前 这个老师就问他财富到底是什么 他画了金珠宝 然后到上完课之后 再问他到底财富是什么 他画了这个父母和他牵手的照片 他会对财富的理解 我可以更广 看到吗 一二三 不要 你回去不要画 他就要画 对我来说 一个8144 而且 修女叹琴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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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的亲戚朋友 你不把这件事情 谈清楚 或者是 交代清楚 一定是产生 矛盾的重要来源 至于是 之后 按货 一开始就谈好 七 二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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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宣传房间也併 一开始 然后 开始 今天? 姐姐 姐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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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